破血忠灵石加密尼加强激静脉的破血武装罐来洗 玩个武装不减破烂的第30号天 先花6200万买4个6G破血忠灵石 这破血忠灵石有够难受的啊 这还是一个谁用卖给我的 69G的灵石已经配不上109G的我们 所以只能狠狠心咬咬牙怒怒你 取出一个双伤害一封印的耳式 怎么说兄弟们 这耳式是不是武装能用 双伤害很极限还带一个封印啊 有了耳式还差个戒指 再买一个三伤害一封印的戒指 配合我们高买的100G的耳式 这又能输出又能封印 任务起来嘎嘎猛 最关键已经八级新规矢的 价格还不到4000了 经济又实惠武装能用 好的那咱们前排也买完了 看看伤害能提升多少 现在是1689 穿完之后提升了真正300点伤害 不到100点伤害左右 感觉还可以啊 后排的话感觉也得换一下 这个6段的话可以先不换 不过下面这个5段的话得换了 而且这个是双防御的 咱们这个防御有点高 气血太低了 感觉再换一条气血上来差不多 钱包鱼饿就像挤牙膏 挤一挤总会有的 再买一个几乎满封印的 一气血一防御一法帮的手弱 咱们前排已经7段8段了 后排的话咱们就上了6段就可以了 OK 再花费200万把配式的6级回收给吸下来 哎我去这一下就是200万呀 有点贵 再把6级的破血中灵石全部镶嵌上去 理论上来说咱们只要打个奋斗符 配合6级破血中灵石 可以实现开场无限破血 大家也知道对于一个强者来说 灵石斧打不打其实无所谓打 咱们就随便上上就可以 打完符咱们的伤害已经接近2100了 换做大堂的话可能不打符都能轻易松松破2100啊 武装这伤害面板确实比较难看 无限破血武装已经成型 咱们先抓二鬼实实威力 就算10个队长有9个会踢我 我还是要坚持带我的逆灵套 哎这个队长很有眼光也带了个逆灵套啊 我直接一个破血5600 三回合打出1万亿的伤害 每周不足的是竟然没有拉赚化身的金刚 只能说男人的太快也是一种烦恼 再试试艳语的伤害啊 艳语的话伤害比破血啊 确实少了35%啊 再试试名鬼的伤害啊 咱们直接破血了 6000 6000亿 只能说还行吧 抓鬼总部有点小而克啊 咱们再抓青秋实一实伤害 兄弟们不得了啦 一个队伍里面竟然要有三个欧容凤雏 势头带变身就算了 龙弓技能还带了定心 算上我跟队长两个逸琳 战斗还没开始呢 施法千瑶线已经占了10秒了 哎呦我去对面还是个势头 这你没得还没出手 30秒已经过去了 哎呦我去我防御这么低吗 打我怎么这么痛啊 队长先来个横扫 我再来个烟鱼 哎呦我去一万一 只能说还行 伤害比达房刮那么一点点 再杀一个boss啊 这青秋副本也不够如此嘛 可惜队探扛不住了 率先倒地 咱们这矿线还可以啊 不错 这神木铃什么情况 嗯 现在这神木铃这么变态吗 加满血还能让队长复活 这谁还玩话生死啊 哎呦我去还能奶 我不能理解 我表示神木铃不是个叔叔门派吗 为什么感觉比我还全能 这太不公平了 凡事得讲点道理 对不对得讲道理啊 不够好在啊 咱们的伤害够高 这方面他还比不过我 像这种难度副本 感觉杀起来没什么感觉啊 发挥不出我全部的实力 看来是时候出发挑战一下地杀了 3 2 1 刷 我去刷连了 就这样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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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伤被别人顶了 哎呀 嘖 难受 哎呀这也没啥可杀的呀 只能先杀个秘境了 可能没有奶 站得住 3万车费 没问题 咱们不需要奶啊 开场的话 咱们先试试威力啊 对面有个凌波城 花果山 花果山系大2600 3300 罗宇秒1700 看我输出 三千九 三千七 四千二 我这边还没带套装啊 带完套装的话应该 呃 稍含也不如这个凌波城 哎 这凌波城这么猛啊 秘境 现在只能说是沙沙水 根本没什么压力 基本上挂机过 最近眼梦奇术很火啊 咱们要刷下眼梦奇术啊 经过我通宵打蛋的看工乐 感觉这条路线啊最简单 路上没有什么寻摩单位啊 具体就是生死出发 先来到薄西坊啊 把乔夫的墨先给剽窃了 然后再来到 当铺 把字画整理一下 再打坐 等沿路一过来啊 又可以切梦了 最后来到蓝色的地方啊 再打坐 在双汇总管这边啊 再放一个切魂器 这样的话一轮算结束了 但如果你是第一次杀 还要飞到酒店上面啊 自由落地之后啊 这样的话才算结束任务啊 这样一套操作下来啊 基本上就可以把所有的宝箱都给打开了 然后切魂器这边啊 还能拎下宝箱 第一天的任务啊 奖励最丰富啊 把四个做完 能得到四个 魔化古灵回应 很多玩家说啊 我只是刷干任务啊 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啊 其实刷了没什么坏处啊 还有物品奖励 最关键的是 你刷了之后可以不洗 放在仓库就可以啊 等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再拿出来 前面几个没用啊 最重要的就是后面这四个了 四个里面可以百分百洗出最高等级的 像我这边已经在破血这个金脉里面啊 洗出了轻蚀烟语剑法试魂 最高等级啊 使用一次烟语剑法 没有气血要求啊 还能忽视对面15%的防御啊 第一等级的话 每个弹都很重要啊 感觉还是我那个破血金脉比较有用吧 那这个意思就是 我这个白刷了 咳咳 虽然现在用不到 以后还就能到达 咱们先存起来 听说摇钱书书面的奖励改了 刚好需要有一个11次的摇钱书 咱们来摇一摇 看能不能给些什么好东西 OK啊 咱们前世零开始了 熔铃超级流露 玄武时 超级流露 三个超级流露了 这也不给牌子呀 哦终于来了 牌子一个 咱们身上的星光买了 赶紧给老板控控新郎 感觉一个牌子也不够啊 得给老板再来一个 就一个 哎 就一个牌子啊 感谢老板的资源啊 11次的树面啊 我确实是第一次摇 植树造林 覆波覆明 果然名不虚传 好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听说大雕去星区了 你们说我要不要也要去星区闯一闯呢 你怎么看 我来说